《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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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而覺得所有東西 在消失之前是不重要的 直至你會發現很多危紅燈 一直一直這樣一個沒有這樣一個 你會覺得很多街道都變了很單一 而且街道很悶 在色彩上 你通常跟人說香港的危紅燈招牌 通常人都說得出一定會是 其中一個就是佐敦的翠華餐廳 現在你看到身後我們那個大的招牌 就是1999年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做了一個 接近有三、四十個平方米的一個大招牌 其實以前有很多 一條街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招牌 所以大家都是鬥搶眼 鬥大過 以及用很多走馬燈出來做個效果 我結婚的時候都特地去我們的翠華招牌 拍一些結婚照 當時當然是這裡行人欺來讓往 這裡也是戲院 只是這條街都是兩間戲院 現在筆都沒有了 時代的步伐 都將我們這班人都淘汰了 香港都慢慢逐少逐少 那些危紅燈都開始慢慢 都少了 越來越少了 直接開始沒有了 因為政府立例都不可以 將這些招牌 扎出露面 怕危險 可能跌下來 前面都說百家時街都是 那些麥文記 還有牛奶公司的招牌 都已經逐一拆了 現在最後 我可能最後這個 最大一個這個 剛才初次聽到這個想法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興奮 但當我們正式開會的時候 去談一些流程方面 實際上 Execution是怎樣做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有些害怕 覺得原來有這麼多事情要做 而我們又不會做 究竟整個流程應該是怎樣呢 因為我們以往都是做一些 商業的事 今次參與一個保育 是很特別 特別在哪裏呢 特別在於 我們要控制成本 因為我們沒有客人去付出 全部都要我們自己去處理 所以儘量都把預算減到最低 但又要安全 所以這個挑戰是比較大的 為了這個完整保留 我們都用了很長的時間 去深入去了解這個招牌的結構 跟以往的做法很不同 我們不是一件件拆 我們是要整個原裝拿下來 因為我聽到老闆 他們很久之前 他搭飛機來 在九龍城下來的時候很漂亮 因為那些藝紅光管 令到他覺得這個城市很特別 一個深遠就是把這些招牌 他用非牟利的形式把它拆下來 再把它保育 在有機會的時候 再把它展現出來 我聽到他這個想法 所以都很想參與 下去做這件工程 當日的情況 其實我都屬於頭一兩個 第一個人到 當我一見到第一輛大型的吊車 我便開始要緊張我的心情 因為當晚的情況 只有一晚時間去做 一定要經過 這件事就要普及一點 要看其他行頭 那些東西 那些人走過 就不能跌東西下來 因為太多商鋪 走過 另外這次再特別一點 就是他穿著整個 再吊下來 我就是第一次見 聽都沒聽過的以前 當我們最後看到 這個光燈光燈被燃燃 我認為大家都很驚訝 沒有人曾經看過這個 而且是很能力 我覺得很能力 我認為是能力 能力去使用 是很能力 對 很多小巴司機 和行人 都很突然 突然 他們常想出現 說不會再開 這個鋪龍崗館 因為已經停了幾年 我突然開翻 每個人都很驚訝 當我解釋給他們聽的時候 每個人都覺得很有趣 那天我上了天台 想在那邊拍下來 上面有一些幾位南亞的主客 我跟他們說會拆 他們都說 他們的字眼是比較地道的字眼 他們跟我說可惜了 其實為什麼我會覺得 就是偽紅的招牌對於我們來說 是這麼重要的呢 第一 因為其實現在已經 全球來說已經沒有剩下這些 這麼尺寸的偽紅招牌 已經是所剩下的 另外 大家可以這麼難得地 近距離去看看 其實這個招牌裡面 已經包含了很多香港的元素 香港很有特色的元素有些什麼呢 其實就是古今中外並存的 古的其實就有很經典的書法字 新一些就有些比較新式的幾何圖案 也有不同的語言 不識字都不要緊 其實萬可杯奶茶 但大家都猜到這件事究竟是什麼 其實全球來說 不是香港獨有的偽紅 但是香港的偽紅 基本上是全球美觀度 和這個複雜度 和這個細緻度 其實是首屈一致的 還有 為什麼我們在一個 這麼不景氣的情況之下 仍然會選擇這樣做這件事呢 是因為我們 We believe and have faith in Hong Kong 我們很尊重 亦都很欣賞 亦都很相信 香港的偽紅 對於我們香港文化的價值 三 二 一 立正 很多時候就是知道 其實拆下來就是 它的下場就是送去堆填區 這一次的拆招牌 是我見證過這麼多次的拆招牌 唯一一次令我不會有感傷的感覺 就是因為我知道Tetra 就是會好好去修復和保育拆下來的管 或者燈箱 我會覺得 在無可避免要拆的同時 是這樣的形式 是對招牌是最好的歸宿 我見到一個這麼代表性的招牌 可能去拆下來 我都想起其實 都不少一些傳統的茶餐廳 是其實一直拆著 一直去 就是越來越少這些茶餐廳 除了少了一個回憶之外 就是香港會越來越少這些特色 現在已經很少人去這樣 去保育一個要拆下來的招牌 你們都是很重視這件事 都挺感動的 由你們開始的程序 由開始拆乾拆的招牌 全部都要留回它 用來日後再翻新用的 我們做的工序就比較小心些 但是和你們合作做 你們反而更勤力過我們 我們就比較容易上手 和可以很容易達到你們的目的 值得驕傲的地方 就是能夠幫翠華拆招牌 因為翠華是一個香港的老字號 因為是一個香港的品牌 而走出了香港 這個是絕對有意義 但是你們都可以 我們要用這個資源來保留 這個招牌 還給你多少錢 我覺得我自己真的非常感動 和多謝大家 大家都用了很多心機 用了很多的時間 都希望其中一個香港的 Iconic招牌都可以保留 其實這件事非常開心 雖然我之前都已經有 差不多四年的 泥航保育的經驗 但是其實今次參與這個項目 令到我學到一樣 比我之前沒有留意到的東西 其實就是 危紅招牌 不是只有危紅光管那部分 雖然那部分是最吸引人 但是其實背後 都還有很多 譬如是 切箱那部分 字底的部分 火牛的部分 安裝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 就算光管 已經比很多大眾 都沒有什麼留意 而這些不懂得發光 亦都更加吸引不了 人注意力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 都很值得去做一個紀錄 和展示給別人看 讓別人 都會對這件事 有更多的認識 好 好 我們先回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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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